我們這一部分 教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 match filter 我們說接收端 當你開始 因為是數位化的時代來臨 所以接收端開始用 sampling 來作為 接收解條的一個 重要的元件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match filter的概念 我要講的是說 各位同學將來去讀文件 或去讀不同的課本 我記得我在上課也講過 每一本書的觀點會不一樣 所以每個作者 其實如果你比較很多本不同的 譬如說就算是通訊的書 他的觀點也不一樣 所以我這裡要說的是 有的老師或有的研究者 他認為match filter 一定是嚴格的指的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是經過一個filter 然後經過sampling 然後傳送端是 傳送端有個filter 接收端有個filter 我們用h 傳送端是g 那有的書上 或是有的研究者 他認為match filter 專門就是指這個 有的文件會認為 這就是match filter 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我的設計的h 就是match你的g 那當然這個時候在 如果我的wt真的是 白色的雜訊的時候是對的 那如果你去換wiki 你去查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英文版的wiki 記得wiki的中文版跟英文版是不一樣的 它的中文版不是翻譯英文版的 所以你要去看英文版的說法 可能會跟中文版又有點差距 那wiki英文版的話 它事實上match filter寫的就是我們講的廣義的 我們事實上是hf等於g starf除以swf 1的-j2πf tv或是tv 英文版的 當然它寫的是數位化的東西 所以它是用digital的描述方式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雜訊是用v 所以它事實上是用rv rv事實上是等於h是hermission 它是一個向量sampling之後的結果 所以英文版的事實上 它並沒有要求w一定要白色 然後它把這樣子稱之為match filter 可是我確實是碰到有的研究者 不承認這個是match filter 那當然是觀點問題 但我說我的match filter是同時match g 加上你的雜訊的統計特性 你可以這樣說 那可能會有的書上 它認為只有這個才是match filter 但是我們都尊重 你就是心中知道你想表達是什麼 將來你就會發現 即便是線性代數 每一本書在定理的程度上也是不一樣 觀點也不一樣 那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是要抓到那個精神就可以了 但是每一本書當然要有一致性 你不能這本書的第三章 用這個觀點 第五章用另外一個觀點 那同一本書就不合適 所以這邊就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當你看到有的文件寫match filter 你可能會要去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這個作者或是這一個文件的撰寫人的觀點是什麼 那我個人是希望同學既然是要學得比較深入嘛 你要知道現在的雜訊可能都不白 因為我們傳得很快 所以可能那個sampling是高速的sampling 可能都不白 所以你還是要考慮到白色雜訊不白的效應 這個是我們可能需要稍微說明一下 那我們討論了兩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 一個就是match filter 那是為了對抗雜訊 但是我們那時候只考慮到傳一次 或是不考慮前後訊號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當我們做整個系統的考量 那就是ISI ISI就是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前後的bit會造成相互干擾 那我們希望把ISI消除 那可是我們上一次講的就是說 ISI真的是那麼討厭嗎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正常的一個科學現象 或是工程現象 基本上如果連續傳送 你就會有前後訊號 因為我的H這時候就不是這個model 我們的notation會不一樣 這裡是C 這裡是H 那這裡是G 那H因為我們的傳輸的channel 有impulse response是有寬度的 所以基本上就會造成ISI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ISI消除 有個Ninequist criteria 那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一定會發生的工程現象 那你也知道理由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ISI不見得是一個我們討厭的現象 它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完全理解一個 自然或是工程一定會發生的現象 而善加利用它 它反而會變成我們的朋友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所以這邊有特別把這句話 標一個下標 就是告訴你說 工程現象其實都是朋友 只要你完全理解它 只要你適當的使用它 它都可以變成一個好處 那當然我也講過 工程是一個系統科學 系統科學就是說 你做一個調整 做一件事情 有帶來好處 但是一定會帶來缺點 它是一個平衡 它是一個取捨 所以當你把ISI視為朋友 讓他來幫助你在某一塊 工程的考量的時候 有幫助的時候 他一定會限制到另外一塊 那基本上就是錯誤率會比較高 當你把ISI當朋友來傳輸的時候 你會有比較好的頻譜效應 但是你會有比較差的錯誤率 那你要怎麼樣補償這個錯誤率 那你就是要用比較高的傳輸能量 後來就發現我現在是可以克服的 所以大致上就是說 我們工程上要求的傳輸錯誤率 現在是一個定值 就是說很多的標準可能是採用錯誤率 是10的-5次方 你一定要達到10的-5次方 所以原來可能我只要9dB 也就是我的傳送能量 是高於雜訊能量的8倍 我就可以達到10的-5次方 可是因為我要把ISI視為朋友 我現在需要10dB 我才能達到10的-5次方 所以你付出了代價什麼 不是錯誤率 事實上是比較高一點點的傳送能量 但是你帶來好處是什麼 帶來好處就是說 它的頻譜效應會好很多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所以correlated level coding 是把ISI刻意的引進來 我們不要消除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講的一開始 所以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上次有講一個 好像一個背景故事 就是你跟政府要一個頻寬 那你就只有標到10MHz 可是你希望提供顧客 更快速的傳輸能力 那我們知道 Time bandwidth product 就是你要傳那麼快 你一定要那麼大的頻寬 可是我現在要不到 對不對 所以說我本來要20MHz 然後我才能傳提供這個 Google 10Mbit per second的一個服務 可是現在政府只給我5MHz 5MHz 很小很小的頻寬 可是我還是要提供那麼快的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把ISI當朋友 因為原來那個限制是因為ISI造成的 所以這個W是已經限定 固定了 那我們的傳輸的話 頻寬越寬 我可以傳得越快 因為傳的時間跟我用的頻寬的成績是一個常數 還記得這個Time bandwidth product 所以我希望盡量把它拉開 那我拉到最開 就是負W到W 因為外面是已經分配給另外一家公司了 但是我要提供更快 那我有沒有可能用工程的方法做 那你就要犧牲 那犧牲錯誤率 犧牲傳 或是你犧牲更高的傳輸能量 所以你的機器台就要打的能量 就會比別人多 耗電量會比別人大 那你就可能就是付出的代價 但是你還是可以提供很快的一個嘗試 那我們來看一個 先看一個圖 先有概念 我們再看數學 那這個RSI 是我們 因為理解什麼是RSI 我們刻意引進 是人工引進 叫我記得我強調過另外一個 這叫controlled manner 原來自然發生的RSI 是uncontrolled manner 但你要希望能夠把它消除 對不對 這個H是你沒辦法控制的 那這個時候 我是在設計G跟設計C的時候 我不要把RSI完全消除 所以我事實上如果各位記得RSI怎麼樣消除 就是pNTV事實上在N等於0的時候它是1 N不等於0的時候是0 也就是我記得之前有畫一個圖 我們只關心脉充 我們只關心脉充sampling點 那只要有一個sample是1其他都是0 我們就沒有RSI 我們就要充分了解這些數學上的理由 那這裡你看到我們產生了一個波形 我的sampling點 的確每一點外面都是0 但是有2點是1 就不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一定有SI 因為我的C跟G沒有完全把H的效應消除 我有兩個E 兩個E的效果代表我會有一個是SI 也就是前一個會影響下一個 但是前前個不會影響 就是這兩個都會出來 所以我會有兩個前後的相互影響 那因為我們這個SI是刻意保留下來的 或是刻意加上去的 因為我講用刻意保留是因為C跟G是你的設計 H是自然界的 如果HF等E的話就沒有SI 那你基本上當然就不用做消除的動作 那所以基本上HF不是E 所以我們要去消除它 所以C跟G要刻意的去設計 但是我現在設計的時候 我刻意的不要完全消除掉 我保留一個SI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前後訊號會相互影響 譬如說A0會影響A1 A1會影響A2 A2會影響A3 所以A0如果是-1 A1如果是正義的話 那A1就沒有那麼正義 因為A0會影響它 而且我刻意保留下來 那刻意保留有什麼好處 我們先講概念 我們需要培養工程直覺 概念就是說前後訊號會加起來一起送 這時候前後訊號 送出來的訊號的前後訊號的黏著性 就會強 前後訊號會有 correlation 我這個訊號送出來不是送A1 我送的是A1加A0 對 因為前一個訊號 而且保留的分量完全一樣 這次我送A 我下一個時間點是送的是A1加A2 兩個訊號相加 那前後訊號會相加在一起的時候 表示如果前一個訊號大或小 其實會延續到下一個訊號 所以前後訊號的 correlation會變強 correlation被強的時候 它的變化就會沒有那麼強 所以高頻分量就會降低 因為它沒有辦法變那麼快 因為前一個會影響下一個 你沒辦法變那麼快 你這個人是有延續性 有記得之前的 你會記得前一個分手的女朋友 前一個分手的男朋友 所以你沒辦法交下一個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人實在是太重感情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變化就變慢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變化變慢的時候 你的頻譜效應高頻就會 在能量分別上變小 所以我需要的頻寬就會變低 那變低多少 我們就是要看這個範例 我們會用一個範例介紹 叫Duo binary signaling 我只保留一個ISI 我的頻寬需求會減半 原來我要20MHz 才能達到那個傳輸速度 我現在只要10MHz就夠了 因為多保留一個ISI 我可以讓我的頻寬要求減半 Duo的意思是Double的意思 減半 所以你看它的效應非常的好 那你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錯誤率變高 因為你前後訊號會影響 所以你在辨認的時候 你錯誤率變高 所以這是一個系統的取捨 你願意用比較少的頻寬 你就要付出一個代價 這叫做工程科學 工程科學沒有樣樣好的 我發明一個方法 我用的頻寬比你小 我的系統複雜度比你便宜 比你容易 我的錯誤率比你低 我用的能量比你少 那這種方法通常是不存在的 因為如果存在你就得獎了 因為你發明一個東西 把所有東西全部打垮 所以這樣通常是不存在的 所以說你別人複雜 那你可能是你付出的代價 那你可能在某一方面會比較好 所以它是一個取捨 所以這邊的取捨就是 你錯誤率變比較高 所以這整個的一個story 這就是我們怎麼樣利用ISI變成朋友 那我們就從 當你有一個global picture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們要講什麼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工程範例 好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刻意的 intentionally加上ISI 為什麼 那因為重量 一定有好處 做這件事情一定有好處 你的頻寬效應會比較好 因為原來的頻寬 你要20MHz才能送那麼多的bit 你現在只要一半 所以我的頻寬 我頻譜使用的效率比它高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在課本曾經出現的一些理由 或是一邊文獻上在討論的理由 說當我們刻意要消除ISI 那我們需要最少最少頻寬 我們要把頻寬的需求降到最低 那各位還記得 要符合ISI 讓它sample之後 頻寬需求最低的就是 Ideal -2Td分之1到2Td分之1 高度是1的 這叫Ideal Nightquist Channel 理想化的 然後你經過sampling之後 它會變重複 重複之後它就變平的 這是我們介紹過的一個最好 最好 那它是對頻寬的需求最低的情況 因為我們現在要求的是頻寬 我希望這個頻寬是使用最有效率 那這樣是最好的 我再只要Td分之1就可以了 它是最 以頻寬來講是最Efficient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一定做不到 你不可能 10做Nyquist的一個Ideal Nightquist Channel 那所以我們介紹另外一個可以有公式 叫Race Cosine 它的頻寬比較大 它有個Raw of Vector 所以它基本上 概念上它是可以10做 可是它的頻寬需要比較寬 所以它的頻寬效應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當然也不到Inefficient 所以這時候就有些工程的人想到 也許我們不要完全消除Si 因為這個是因為我的目標 是要完完全全消除Si 那我保留一點點 我不要做到那麼極端 我保留一些 所以這用Edit 其實就是你的想像就是我已經消除掉了 我再把它加回來 所以用這個字 那你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我不要完全消除掉 我剩下一些 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重要的是這個字 叫Controlled Manor 這個是你可以用一個可以被你控制的方式來保留的 所以你接收到完全知道你保留哪些 所以它在做10做的時候可以把它消除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更好更好的頻寬效應 那這個東西叫Corelated Level Coding 因為它是前後 它是一個Coding 因為它把前後兩個訊號加在一起 這種動作叫Coding 因為它改變了原來的聲音 它其實不是原來的聲音 你把聲音前後兩個Sample都加在一起 一放出來 那個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所以那個叫Coding 已經編碼過了 所以接收端一定要把它兩個兩個剪掉 再放出來 你知道它在講什麼 它是一個Coding 那Corelated Level就是說 它是10做上它的概念是 它是加上前後的相關性 所以是Corelated Level的Coding 在層次上它是加上相關性 那為什麼叫Partial Response 我們後面會再強調 Partial Response其實是說 它是看一個bit的區間 沒有0到td 或者是看到td到2倍的td 那這個時間它送的大概是一個bit 還是半個bit 或部分的bit 如果你沒有加Corelated Level Coding 你是純粹的SI 那我們要沒有SI 那這個時間只能有一個bit的訊息出來 這個訊息是A0 這個訊息是A1 那就是A1 那叫Full Response 也就是這一段期間你的傳送值 它是完完全全的這個bit 的一個response的反應 但是因為你刻意加上isi 這邊事實上是A1加A0 我們剛剛那個圖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這個bit 事實上是部分由A1來反應 部分由A0來反應 所以是Partial Response 沒有任何一個bit 完完全全來決定 我這一段時間送的一個數值 所以它叫Partial Response Signaling 這是各種不同的角度 那我們用一個範例來決定 它就是第一類的 最早提出來的 叫Class1 Partial Response 我們將來會介紹五種 Class1 Class2 Class3 Class4 Class5 那介紹其實有更多種 那我們就會告訴各位 那我們先介紹第一種 叫Dual Binary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說 假定我們這邊 事實上這個圖 應該是說 這個事實上 Edge Nitric 就是我們前面的G Convolution Channel Edge Convolution 我事後設計的C 那我們原來是想要消除SI 所以這三個呢 最好 它Convolution完之後 是一個 Ideal的Nightquist Criterion 就這一個 所以這時候就沒有SI 所以這時候我們先不講這一段 所以這時候就完全消除了 所以如果那一塊呢 這三個的效果是平的 Simpling1是平的 就沒有SI 可是我現在刻意 Edit加這個線路 那這個線路就是 我自己 把前後兩個訊號 加在一起 因為Delay嘛 所以這邊如果是 A0 A1 A2 一直送進來的時候 當A1 進來的時候 A0在這裡 所以它送出去 事實上是A0加A1 那記得這個加法 是十進位的加法 它不是二進位的加法 因為我們要 這個filter是一個線性的filter 我們講的線性 事實上是在十進位的世界的線性 所以這個加法是記得 是十進位的加法 好 所以這個如果是-1 這個是-1的話 加起來是-2 -1加-1是-2 所以這時候我送出去的東西 是有可能到-2 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2 是三進 所以是十進位的加法 因為我們要造成的是 我們要實做的是線性的filter 這個線性講的是十進位 好 那前面講的是說 我們原來已經利用A0 mu0 等等 很多不同的方法 產生0101的ID的序列 那我們送出去 是希望沒有DC 所以我們轉換的AK 事實上是用正負1 可是我們真正送的時候 我刻意加一個isi 自己加的 所以叫做control manner 叫A0s 這個圖就很清楚 它這個文字的乘數 跟它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 其實上這整塊都是你的實作 都是你的實作 我們就要對替sampling 所以這邊我們講的是說 好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H9 quiz 我們先把這一塊先忽略 反正這一塊就是我們實作消除isi 先把這一塊忽略 sampling當然也是接收斷要做 所以你心中有一個概念 我們就說 我們只看這一塊 剛剛額外加的 然後把CK搬到這裡 這樣理解嗎 我們先把 之前都討論過的東西 先忽略 這是這一個單元 額外加的 所以CK 那以這個線路來講 我們就要CK就是AK加AK-1 所以 而且是實境位的加法 所以數學上都是線性的 那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想像 它好像是一個濾波器 它濾波器是一個 1加上exponential-j2πftd 因為它只是它的一個delay version 在time domain delay delay一個時間 等於在頻譜上 我只是做相位旋轉 所以直接複裂的轉換 它的頻譜效應 就很清楚 而且是線性的 那注意到 我剛剛講的CK 因為是實境位的 所以是-2、0、2 都有可能 它不再是-1、正1了 那有它的機率 它的min還是0 那所以我們整體的filter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把 Nyquist Criterion 全部放進來 整體的話 因為是線性的 我們知道頻譜的線性是相乘 其實你要做的一個效應就是 我們叫 我這些寫H1 代表是Class1 它是Class1的 Partial Response Signaling 這是另外一個它的專有名詞 這個整個系統我們叫做Class1 是D-Lay的 D-Lay的Cohelated Level Coding 或D-Lay的Partial Response 的Signaling 所以整體的話 因為是線性的 線性最棒了 它就是頻譜相乘 頻譜相乘 那我們就把 線性相位旋轉拉出來 就是 這是1加上-J2πFTD 所以我們就把一半拉出來 1的-JπFTD 那這邊剛好是一個正的 這在相位上是正的πFTD 這相位是-πFTD 那我們知道這兩個加起來 剛好是兩倍的cos 就是說我們把 時數部分拉出來 那這是線性相位 就是Delay 所以它造成的現在 就是有個2分之TB的Delay 因為線性相位旋轉 在Tidal面只是一個Delay 這是我們清楚 那這就是它的放大 那放大倍率 這是它的Amplitude的放大倍率 多出一個cos 如果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Nyquist Ideal Case的話 就是最棒的 就是黃色的 我們剛才黑板上畫的這一塊 正負的2倍的TD分之1 那高度是1 這是最理想狀況的 假定我們先用這樣來分析 那你就知道hi就是長這個樣子 在正負2分之TD以外都是0 在裡面它就乘以1 就是它高度是2倍的cos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說 以系統來講 我們實作是做一個 有斜度的filter 但你實作不會做很精確 你大概可能做一個 比如說chabby shape 或是用各種不同的filter design 還有一些路 你帶一些係數 它就會幫你把電容 電感值都弄出來 有一些軟體會幫你做 不過基本上你就是要實作 大概是長這樣的一個filter 這個filter是實作做得出來的 所以你不見得要這樣做 你就是說 我現在整個當一個黑盒子 我這樣一個filter 就請你幫我做一個 不再是Nyquist criterion 是一個平的 它不是這樣等化 我現在等化完的時候 我希望是達到這樣的一個response 然後這個線性 這個是它的相位 是線性的 線性很好做 線性就是delay而已 那title面就是一個delay而已 我換一個時間而已 所以線性相位沒有問題 所以線性相位沒有問題 那amplitude就是做B進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一個filter 對我們來講實作上是可行的 比原來的那個Nyquist Ideal的Nyquist Channel的response 是可行的 那我們稍微畫一下tine domain 那就是我們剛剛最後要畫的圖 那title面是hi 等於hNyquist 加上 1加上這個 exponential -j2pi ftb 相乘 相乘是線性的 我們喜歡線性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就沉進去 分配率 沉上去變兩塊 那我們知道 inverse version form是線性的 什麼都是線性的話 相加 基本上就是分別的 inverse version form 那就是我們原來的Nyquist 那這個線性相位旋轉 就是title面就是delay而已 delay TV 這也非常好做 這些都有直覺概念 你將來學通訊的人 一看到線性相位旋轉 馬上要直覺聯想 title面的實作就是delay而已 就是delay TV 非常簡單 好那我們知道 理想狀況底下的hNyquist 基本上就是sync波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把sync sync加上去 這是t-td 那前面是td分之1 因為我們這邊是-2td分之1 2td分之1 高度是1 左右對稱 剛好去查表 我們查表最喜歡左右對稱 它的寬度是td分之1 所以它的title面是td分之1 synctd分之1 乘以t 這個負率的轉換 對於方波 我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直覺 所以這個要廢下來 好 那到這邊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只是要畫圖 那這個接下去的推導 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那這兩個sync 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的 周期性的delay 所以我們把它原來是sync pi t除以td pi小寫的t除以td寫下來 主要是它兩個分子會一樣 因為懸播 sync如果delay delay整數倍的pi 事實上還是sync 只差一個負號而已 這時候就把這一項再提出來 那整合進去就是td-t分之1 細節我們不寫 因為這個同學一定會算 這一步到這一步 我保證同學應該都會算 所以我們不要花時間 再做這個推導 我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圖 得到這個圖 你就會發現 當t趨近於td的時候 這個是分母 分子是0 分母也是0 分子是sync t除以tb 所以是0 t等於tb 這是1嘛 所以它是0 那分母也是0 0除以0 微積分的基本的 如果就是分子分母都微分 微分再大一次 所以剛好就是1 所以最後就出來這個圖 這個圖就很清楚地顯示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就是有si 這個si就是前後訊號 那這是我控制的 我刻意去把前一個訊號保留 你前一個訊號不僅要保留1 我們後面會 要有各種不同的保留形式 你也可以 這邊是1 這個是1分之1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設計 但一般來講 會取整數 後面會看到 可能這是2 這是1 它的效果會不一樣 也許我希望有si 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 可是我希望前一個訊號 不要影響我那麼多 會有21 它會有各種不同的比例 那造成的頻譜效應會不一樣 好 那我們用11 這個是第一個發 class1 它的效果就是我頻譜需求減一半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驗證這個 為什麼頻譜需求 真的減一半嗎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什麼 Power Spectrum Density 反正是要看一個訊號 你要看它的頻譜需求 基本上是要看什麼 能量的功率頻譜密度 它的能量在哪裡 99%的能量集中在多寬的 所以你一定要馬上聯想 要看到bandwidth 就是要看的 Power Spectrum Density 這觀念開始要有了 所以我們就要看 Dual Binary 有isi引進的時候 它的bandwidth需求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呢 要看的bandwidth需求 我要畫一個圖 讓同學知道 為什麼在哪裡會有bandwidth需求 跟前面才能串在一起 我們再畫一個圖 這是我的AK 那原來事實上 這是我的G 然後呢 送出來之後 我們常常用不規則的 讓你知道這個是H 這個是自然界的 這是導線上的 這時候它會加上一個 白色雜訊 這個時候 這是接收端的filter 這是我在做一個simple 這是整個的系統 所以你的天線 是從什麼時候送出去 是在這裡送出去 從這邊打出去 或從這邊有一個 有限的導線出去 Line code 那這個出來 所以你跟政府要頻寬 是在這裡要 所以我看的是這一塊 我要看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是看這一塊 經過G這個filter之後出去 我需要多大的頻寬 所以是這邊只畫到G這個原因 這個G真的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G 因為經過這個GT這個filter之後 我就打出去了 那個時候就是 你要跟政府去NCC negotiate 我可能需要哪一塊的頻寬 請你保留給我 好 所以我們這邊畫的是G 接下來就是這邊 事實上是H 那這邊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就是我們關心的現象 好那這邊的話 以Notation來講 原始的話就是 AK Delta T減掉 K倍的TB 因為AK已經做Sampling完了 Quantation完了 Sampling完了之後 它可能是一個bit 一個bit送 它是PCM 叫Perse Coding Modulation 我們事實上 每個Sample 在A-Law或M-Law的時候 最後轉成八個bit 可是我們八個bit 是一個bit 一個bit送 會是純數位的世界 傳送的世界 所以這個AK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正負一 正負一傳送 好那正負一傳送之後 經過這個filter出來 事實上 它就是跟它做Comulation 因為是線性的 那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確定 AK是Wisen Stationary 整個系統不是Wisen Stationary 事實上不是 這個訊號假定寫成一個 比如說XT好了 那XT不是Wisen Stationary 這可以保證 它事實上是Cyclo Stationary 什麼叫做Wisen Stationary 每個單位時間的期望值 要一樣 前後相差 TAL的Delay的 Auto-Collision Function 要一樣 這個是我們Wisen Stationary 的要求 這個訊號 你馬上可以聯想 它絕對不是Wisen Stationary 為什麼 因為它的AK 事實上是這樣子 它是有在等於一倍的TB 兩倍的TB 三倍的TB是正負一 其他時間都是零 所以統計特性上 它可能不是 因為這邊的話 它的Variant是零 Second Moment是零 因為它就是零 你不可能在TB到2TB中間有值 對不對 所以它不是Wisen Station 它事實上是Cyclo Station 它的統計特性是週期性的 它的週期就是TB 所以這個訊號其實是Cyclo Stationary 如果AK是RID 所以它不是Yisen 所以為什麼 在通訊上 要介紹Cyclo Stationary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到數位通訊的時代 我們碰到了大部分都是Cyclo Stationary 它的週期是一個TB做一次變化 它是Cyclo Stationary 所以我們要算的是 Time Average Auto-Collision Function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它的Power Spatum density是多少 因為學過LiClo 同學應該現在很熟了 我們再寫答案 各位還記得LiClo 我們有算一個通識 那其實 不是LiClo 我們的Power Spatum density很熟了 任何一個訊號 寫成這個形式 它的Power Spatum density 我們馬上有公式 它就是G F的 因為它是分開來 這兩個對頻譜的能量效應 是分開來的 乘上TB分之一 Phi A K B的-J2Pi K Te K F Te 還記得這個公式嗎 那這個事實上是A的統計特性 所造成的頻譜現象 那這個是我們採用的G 設計完之後所造成的頻譜現象 所以當然這裡可以用這個公式 直接算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去用 那我這裡只是按部就班 再來算一次 最後你會發現結果是一樣 好 我們先看這一個 如果這裡是Delta Delta的負列轉換是什麼 是E 所以它的Power Spatum density 就長這樣 這個就是這個訊號的 Power Spatum density 那如果Phi A又是RID RID的話就是Phi A K的話在K 然後又0 mean 所以在K等於0的時候是1 K不等於0的時候都是0 如果是AK是正負1 0 mean RID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T1分之一 這個訊號的 Power Spatum density 是T1分之一常數 因為AK是RID 那我們現在先來算一下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算 我們先算Time Average的 一個AutoCring Function 根據定義 你當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只能代定義 我們再來驗證 那我們先把直覺拋一邊 它就是兩個相乘的期望值 那差一個時間是T 乘上DT 然後積分一個很大範圍的T 然後除以2T 這就是功率 功率頻補密度的AutoCring Function之前 那期望值放進來 因為只有A才是隨機的 A是正負1 那我們知道A的話 兩個相等的話就是1 不相等就是0 因為AK是正負1 那所以基本上 乘上去之後 Delta是常數 那這裡是順便介紹一個技巧 因為在其他地方都沒有介紹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個技巧 好這個技巧就是 它有兩個Delta Delta x Delta 到底要怎麼處理 因為Delta Function 是一個很特別的 德瑞克引進的一個函數 它是一個人工定義的函數 實際上並不存在這個東西 它是用來描述一些現象 我們看不到 但是它積分之後有東西 所以它只有一個replication property 可以用 可是基本上 Delta x Delta 怎麼處理 如果各位還記得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公式 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Delta T-A 乘以Delta T-D 完全等效於Delta A-D 乘以Delta T-D 這是一個Delta 另外處理的一個 唯一可以用的另外一個性質 它代表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Delta函數呢 根據定義 Delta T-A 代表T要等於A 它有一個脈衝 T不等於A沒有脈衝 所以這邊 它代表說T等於A 你就會有一個脈衝出來 T不等於A都是0 那它有一個傳統 就是0乘無限大會是0 所以這個叫做T要等於B 所以什麼時候 這兩個相乘會有脈衝維持住 就是T等於A等於B 所以我可以把它等效寫成 A要等於B T要等於B 理解這樣的寫法的概念嗎 這時候 因為我積分是DT 這兩個都有T 我覺得積分上不好處理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相減 變成T 那保留後面那個 那就是A-B 就是T-A 減掉T-B 以這個理來講 就是我做的是T-A 要等於T-B 那就是A要等於B 那這兩個前後 是不是差一個T 這兩個相減是不是T 所以你這樣理解的話 你就會知道 將來你怎麼運算處理 因為我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特別介紹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下 你將來碰到Delta乘以Delta 因為在通訊上很常見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會處理了 這邊是Delta-T 這邊保留 它來源是這一個 那你是不是就清清楚楚 你可以運作的原則 那我的積分是對小寫的T積分 Delta-T Delta-T 跟T無關 所以可以提到積分外面 一個函數 它因為跟積分的變數無關 它是常數 所以提到外面來 所以我的運作都非常正常 這樣理解嗎 所以裡面就只有一個積分 對一個Delta 那我們知道Delta的定義就是 是replication property 碰到積分 如果那個Delta的脈衝 在積分範圍出來就是1 那個Delta在脈衝的積分範圍 是y 那就是0 那我們說 因為這個大T可以 跑到無限大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 底下這個圖 我現在積分只有-T到T 那我的脈衝呢 是每一個TB 就有一個脈衝 就是底下畫的 周期性的 所以有幾個脈衝 會落在我積分範圍裡面 大約就是2T除以TB 因為我們是取極限 所以這個積起來就是2T除以TB 那跟2T分之1 消一個2T 所以答案是T1分之1 Delta T就是剛剛提出來保留 到這邊希望你就理解 我的運算的原則 這是我希望跟同學稍微講的 因為你看過一次 你大概就知道將來怎麼處理 它是怎麼處理 很合理的處理 好 那我們知道 Delta T的複利液轉換就是 它的autocritic function 事實上是TB分之1 Delta T Delta T的複利液轉換就是1 乘以TB分之1 所以完全符合這個現象 所以這個一堆脈衝 用AK來變化的時候 它的功率頻繁密度 是個常數 TB分之1 那接著我們就用這邊的 我們有一個filter是G 這邊的功率頻繁密度 是T1分之1常數 那這個G是線性的filter 那我們知道輸出的功率頻繁密度 是什麼 是輸入的功率頻繁密度 乘上filter的絕對值的平方 所以就做完了 那一樣用這個公式 送得出來 所以我只是幫同學驗證一下 同時也去理解Delta 怎麼樣去處理 兩個Delta連續出現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這個做一次 但是我想同學就會清楚了 因為在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我現在呢 系統為了額外的加上一個Delay 我放進了一個 我在GT之外 多放了一個 所謂的Dual Binary的filter 它是引進 Add in我的ISI 這是我刻意加的 這是剛剛加的 所以因為它是線性的filter 是GT之外的 所以我的功率頻繁密度 就再多成了一個 HDual Binary 括號F的平方 所以這樣是不是很清楚的可以理解 這個整個的 整個的Story是清清楚楚的 你都可以直接心算的 當你觀念清楚的時候 將來對這些直覺是心算的 好 那我們就舉例子 我們說我們有宣稱 我需要頻繁只要一半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叫Dual Binary的 the filter the transfer function 是兩倍的cos πftd exponential-jπftd 這我們剛剛都給各位了 這給各位了 那GT呢 我假定先取方波了 比較簡單 其實方波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高度一樣 實作 送正一或正負一 那就是穩穩的送一個正一負一 那它的gf平方 就是td平方sync 平方ftd 這我們知道相位不用管 好 那我們normalize 兩個都normalize 就對0那一點 就是DC能量 大家都取一樣的前提之下 那我們就知道 好 如果之前我堅持要完全沒有si 那我的功率頻繁密度 能量頻繁密度就是ftd 括號sync的平方 那如果有si 我會額外的引進一個cos 這cos是我算好的 其實我們將來會看到 你可以刻意去算 你要cos要sin 要cos加sin都可以 你那個係數選好就好了 好 那我刻意加cos 會有什麼現象 好 那這裡我們 為什麼要cos呢 我們稍微算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好 我們是 原來是有個sync平方ftd 對不對 sync平方ftd 這次我刻意加上了一個cos 平方ftd 那我們piftd piftd 那所以我們把cos piftd 加上去之後 我們sync寫回原式 就是piftd的平方 除以piftd的平方 這是sync的定義 那這時候你發現 這兩項相成呢 剛好是sin 它是sin的2piftd 它要除以4 對不對 sin兩倍角等於sin一倍角 乘以cos一倍角 還記得三角函數的基本概念 所以這時候就是有個sine平方 再加上這一個 這邊有個4 所以就變成sync平方 兩倍的ftd 所以你就看到這一項 ftd 2ftd 非常清楚 那這時候我們就畫圖 如果你堅持要完全消掉si 沒有的話 你消得乾乾淨淨 你的功率頻譜就是這一項 你要的頻寬 如果我們以正-1來看的話 就是-tb分之一到正的tb分之一 你一定要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的能量其實是還蠻大的 你至少保留主要的能量 可是我加上一個很簡單的線路 前後兩個相加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線路 我們綠色那一塊 馬上縮一半 如果你看到左右的市場縮一半 這個是非常大的改善 非常大的改善 我原來要跟你要20MHz 可是政府只給我10MHz 我就笑一笑 我的技術很厲害 我的工程師非常厲害 我們加個isi 馬上解決 我成本不會增加很多 我馬上只要一半 而且我大部分能量都過得去 這個事實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GT出去之後 這邊是接H 所以這個是打出去的 我只要一半就好了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叫Dual Binary 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你看到這個例子 你馬上知道工程其實有很多的可行性 只要你很靈活的運用 所有你知道的綜合現象 當然要深入的理解 你真的懂這些現象 你就可以靈活運用 像以前有個片叫馬蓋先對不對 同學可能現在都不看 後來有重播 重播很難看 重播那個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還要打架 我記得舊的馬蓋先是不用打架的 它真的就是不跟你打 但是很厲害的運用各種不同的東西 臨時都可以做出很好的工程的東西 那個是我很喜歡的片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刻意的運用ISI 那我們把幾個keyword 但是是我可以控制的 這是我刻意去設計的 所以因為是你控制的 所以可以reversible 我們後面會看到怎麼樣reverse 因為這個filter是你設計的 你再可以設計一個對應的filter 把它還原 它帶來好處是什麼 降低對頻寬的要求 寫得非常清楚 降低我對於頻寬的要求 我的經費省一半 因為頻寬是很貴的東西 好那這次我們要解釋 為什麼它叫dual binary 那所以我們從剛剛的範例來講 你可以看到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你可能會不是很了解 我說ACK事實上是可以傳的快一倍 原來我們的一次傳送 是每TB送一次 那他說現在可以二分之TB送一次 這是什麼意思 好那這裡講的是說 我的頻寬需求少一半 但是我傳送的速度是一樣 我的頻寬需求少一半 但是這一張圖告訴你 我的頻寬需求變二分之一 那反過來說 以time bandwidth product的 是常數的概念來講 如果我給兩家公司 一樣的頻寬 有一家用dual binary 有一家不用dual binary 那麼用dual binary 就可以送快一倍 因為這兩個是常數嘛 我把綠色拉到跟紅色一樣 可是我加上dual binary 我事實上帶進來就可以帶二分之TB 這樣可以理解這個概念嘛 所以就是說我傳送速度快一倍 如果你給兩家公司一樣的頻寬 我用dual binary可以讓我快一倍 所以是double in the transmission capacity 它不用speed 它講的是capacity 所以你可以在頻寬跟時間做一個調配 它是一個capacity講的是你的能力 你的capacity在哪裡 通常是一個潛在的能力 你的ability是你現有的一個展現的能力 可是capacity可能達不到 就是說你這個人很有潛能 你可以講capacity是一個潛能 所以他是說我用這個技術 可以提供你一個潛能 所以將來到研究所會有個課 叫Information Theory 那Information Theory 是Cross Shannon 所導出來的一些很重要的公式 它就是導channel capacity 它用capacity這個字 就是channel capacity就是 我這個傳輸管道 到底可以送多快 它給你的潛能 那我們後來是 他1948年發明了 找到這個有這個現象存在 然後1998年我們才達到 所以由這個capacity不見得你達得到 所以這裡講的是說 我們用這個技術 你有這個潛能 可以達到兩倍的傳送速度 那你做不做得到 那就是你的技術夠不夠厲害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Transmission Theory要Double 所以Dual binary 有一個Dual 講的就是Double的意思 所以這邊寫得很清楚 它就是二的意思 基本上二重奏回來就是Dual 好 那所以呢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現在既然這個東西這麼好 那大家是不是要用 但是事實上你要付出代價 你要付出代價 那我們可以想像 原來你只要送正負一 所以你接收端只要去判定 傳送端送的是正一還是負一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Dual binary 你送出來的到Channel的一個訊號 有三個位階 可能是負二 可能是零 可能是正二 你要辨認三種可能 你錯認的機率會提高 這個是很自然的 原來是是非題 對不對 兩個選項 我現在感覺選擇幾三個選項 你亂猜 猜對的機會就比較難 這樣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付出的代價 可是我們在通訊上 通常對錯誤率要求是基本的 基本的 譬如說標準 802.11 要求就是錯誤率 一定要達到10的負五次方 那你達不到 基本上大概就不大能用 不大能用 所以我們要達到相同的錯誤率 你才能真個上市去使用 那這時候你怎麼樣達到 用Dual binary 你就必須要大一點的 Sign-to-to-ratio 因為在相同的傳送能量的前進下 你的錯誤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就比你的訊號能量多一點 我這家公司可能多一點 所以我的電池可能 你的能撐10個小時 我可能只能撐9個小時 或8個小時 可是還可以接受 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不會太大 基本上不會太大 好像是1.5倍的樣子 如果記得沒錯 那你可以去查資料 對我們來講也許可以接受 我寧可反而傳送速度 對我來講是很棒的 因為你可以double in the transmission capacity 原來是用20Mbps 我變成40Mbps 那對我來講 多一點點的能量 我的電池從10小時 減到只能耗8小時 對我來講OK啊 反正我隨時插電就好了 反正台灣電都這麼便宜 對不對 台灣的電才太便宜了對不對 所以多耗兩個小時再充電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付得起 所以這個事實上就是付出的代價 那你要取捨 如果今天你到一個國家 電非常的貴 那你可能就不會用dual binary 慢一點沒關係 我沒有什麼錢 我付不出來 那個電費是很貴很貴的 這都是一個取捨 工程取捨的問題 那所以另外我們就 陳述一下 什麼叫Class 1 Partial Response 這是它的正式的名稱 Dual binary 可以有點像是一個 技術上的一個 nickname 那Class 1 Partial Response 我們就介紹什麼叫 partial 什麼叫full response 就是我這個傳輸的波形 在每個 sample 的一個 TV 的時間 基本上是由單一的 information 完全決定它的波形 我們叫full response 那如果不是 那就是partial response 因為我可能有部分 這邊的波形呢 可能由A-1跟A0同時決定 因為我前後兩個訓練會加在一起 它可能是負2 可能是0 可能是正2 不完全由我來決定 所以它就是partial response 現在大部分都是partial response 它有比較好的頻譜效應 我們再講一次這個概念 因為剛剛有同學在問這個概念 我們用dual binary技術是 這邊的說法是time bandwidth product 這個constant 那dual binary是把這個constant減半 因為我們講的是說 你跟我用一樣的傳送速度 我的頻寬是你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的time bandwidth product 是你的二分之一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這個技術主要是把time bandwidth product的需求降一半 它這二是在這裡 所以我的頻寬如果跟你一樣 我的傳送速度 因為乘起來就是二分之一你的constant 所以我的傳送速度就是你的二分之一 我每我的傳送速度就會加倍 因為我二分之t就送一次 你大t才能送一次 所以這個是用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叫transmission capacity 這樣你就是要理解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一定要講通了 懂了 那這個門檻就過了 通訊是一個有門檻的東西 所以還是要稍微接觸一下 那我們現在講說 我這麼大的好處 我把頻寬跟時間相乘的需求降一半 那我一定有壞處 工程上壞處是什麼 我們就要看這個 叫做decision feedback 我們怎麼樣 假定沒有雜訊 我怎麼從ck回覆ak 因為ck是正負二跟零 ak是正負一 ak才是你真正原來的pcm的東西 才是你的聲音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前一個bit如果決定了之後 譬如說我知道ak-1 是正一還是負一 那當時我的ck有收到了 如果雜訊不是很大的話 我大概可以知道 它是正二負二還是零 那我把它兩個相減就是原來ak 因為原來公式 事實上ck等於ak加上ak-1 所以就減掉就好了 這是最簡單的減的方法 那這個動作叫做decision feedback 所以我們要前一個decision 前一個你要決定ak-1 到底是正一還是負一 那要做決定的 這叫decision 所以我們需要前一個decision 才能夠決定下一個decision 那這個decision 所以我前一個decision要回送回來 所以叫decision feedback 所以我們要回溯 那有feedback的系統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propagation error 就是我如果某一個bit 一旦做錯決定 我後面全錯 會錯得很慘 會錯一排 這叫error propagation 所以這時候如果 剛好我某個bit 應該是正一 我猜成負一 我整個後面就會很亂 很亂 當初引進這個技術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思考 怎麼樣有好處 但是我希望 我的錯誤率不會那麼糟 不會有連續的錯誤出現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通訊 非常重要的技術 有些老師 他曾經有一陣 都在做precoding的技術 怎麼設計precoder 在通訊上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技術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 partial response transmission 所以怎麼樣避免呢 我們就開始想precoding 那我們就有一個圖 就很清楚的在講 precoding就是 我在做 collated-level coding之前 再做一個coding 它是coding之前的 所以它是pre 這個pre是之前的意思 pre是previous的意思 它是在collated-level coding之前 我再做一次coding 所以我們加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 collated-level coding 對不對 我在它之前 我做一個coding 所以叫precoding 它是在所有的動作之前 先做 我知道你會帶來一些 負面的效應 我在之前先把它修正 那修正的理由呢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學來看 這個是precoding的公式 我們刻意加上isi 非常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把 AK跟B之間的關係呢 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寫出來 我們知道BK 是我原來要送的0101的序列 這才是我要的東西 我轉成正負一是為了方便傳送 還記得嗎 是一個line coding的概念 為什麼要用正負一 正負一其實不是我們電腦裡面存的東西 我電腦裡面處理聲音 是用0101處理的 從來不是正負一處理的 改成正負一是為了方便傳送 還記得嗎 那正負一跟01之間的關係 可以用十進位的表示 這是十進位的加減法 所以2乘以0減一是負一 2乘以1減一是正一 我們常常用這種很簡單的數學來表示 所以用十進位表示的話 AK是2BK減一 加上2的BK減一減一 那用Tilta是因為我刻意加一個precoder 這precoder怎麼設計 我們將來會給一個習題 告訴你它怎麼設計 用習題來代就好了 但是我們先講概念 然後我們因為十進位的 我們把括號去除 就是兩倍的BK減一減一減二 那所以我就發現 我的CK呢事實上 是跟我要辨認的BK呢 是跟它的核有關 我沒有跟單獨的BK或BK減一有關 我是跟它的核有關 所以我只要在意它的核就好了 所以我的precoding呢 我就做了一個bit 就是它就是一個核的概念 那這時候呢 我其實關心的是BK跟CK的關係 BK才是原來真正的PCM A low mu low產生出來的bit CK是我接收到的一個數值 所以如果BK跟CK之間的關係 沒有L propagation 我就完成了 那這個動作非常簡單 那就是一個表就做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將來的習題就是 它有一個方式直接用一個查表的方式就做出來了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CK呢 發現00代進去是-2 01代進去是0 10代進去是0 11代進去是2 它只有-2、正2跟0三個case 那我們發現這是兩個核 那這個相加我們帶一個全圈代表 是ECUSIVOR 是在邏輯閘上就做完了 所以是很簡單的ECUSIVOR 我們就發現2跟-2跟BK是0或1 兩個都是0或兩個都是1 是完全一致的 然後CK是0的話 我們就發現BK兩個剛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完全避免掉L propagation 我的接收端的決定方法 我只要加個Rectifier 整流器 我更不在乎你是正2還是-2 因為正2、負2對我來講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你送的 送的是同一件事情 你送0 我就會產生正負2 那送1我一定是收到0 這是因為precoding的關係 所以我就變成一個絕對值 我只看0或2 那我做一個Streshold 最好剛好就是1 這是因為如果我送0或1的機率 都是1 2分之1 所以我只要判斷 我取絕對值之後 到底是大於還是小於 那是一個比較器 那實作上也很簡單 而且完全沒有L propagation 因為CK完全決定我的BK 所以CK決定錯誤了 會不會影響CK加1呢 完全不會 完全沒有L propagation 這是precoding一個非常漂亮的技術 所以這個是跟 跟correlated level coding完全結合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技術 所以現在通訊都有precoder 都有 那只是越來越複雜而已 precoder就是消除掉後面的一些效應 叫precoder 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precoder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所以它的目標是要消除什麼 error propagation 為什麼會有error propagation 因為我們有correlated level coding 那為什麼要加correlated level coding 因為我們要降低你對頻寬的要求 那我們很成功地做到這些 兩倍是一個非常大的改善 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的FM電台要200K 那如果當初有precoding這種 或是correlated level coding這種 100KHz 就可以給一個電台 我們電台就會加倍 第一個點就要講說 precoder要有一個特性 你不能亂加 precoder不可以改變PSD 我們加這一塊 另外我們希望通過G之後 通過這個G之後 出去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不能改變 對不對 如果因為我加一個precoder在這邊 使得我出去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改變 還記得功率頻寶密度決定你的頻寬 你的能量一定要放在你的所有頻寬之內 所以我們叫功率頻寶密度 基本上有兩個項次決定 一個是你選擇的G的形式 另外一個是訊號的統計特性 兩個相乘在一起 所以我這個precoder不可以改變 我原來訊號的統計特性 所以我原來訊號是RID 你加完precoder還是要維持RID 你訊號的統計特性一變 你的頻寬需求就變了 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點的要求 所以must not change dual capacity 你不可以因為統計特性改變 使得你的功率頻寶密度改變 這邊是沒有提到功率頻寶密度 不過基本上概念就是你還是要考慮功率頻寶密度 然後你就馬上口頭可以回答 我們都不用數學了 口頭回答它會影響功率頻寶密度的話 一定是要改變AK的統計特性 或者是GT的波形 那這是兩個是乘在一起的 所以你現在都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控制統計特性 所以我們講結論就是BK跟BKT precoder前後統計特性要完全一樣 必須要RID 所以後面就證明給各位看 我們知道BK0跟1發生的機率都是1 2分之1 同時每個bit我們假設是獨立的 當然同學會說怎麼可能是獨立的 我的A low mu low出來就不是獨立的 我們會假定 假設 不過anyway 這裡都是一些系統上理想方法的假設 我們來看一下各位都學機率 什麼叫獨立 X given Y 的機率如果等於X 就表示X Y 獨立 還記得這個概念嗎 就是如果給定Y看到X機率 跟沒有給定Y看到X機率是完全一樣的 那X這件事情跟Y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這是基本概念 所以我的BKT跟之前到底BK-1T BK-2T是什麼值 它的機率如果沒有改變 就表示我的發生機率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證實這件事情 那我們看公式 這是針對性的設計 因為設計不好會產生改變統計特性 那我們先看這個設計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知道BKT等於BK 加上BK-1T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二進位的加法是可以移向的 好 那這時候 所以我知道BK 事實上只跟BK-1有關 只跟前一個有關 因為BK給定了之後 只有BK-1T會改變它的統計特性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這樣寫 那之後我們知道說BK-1T可能是0 可能是1 會造成我的BKT可能是0或1 總共有四種情況 然後我們知道說 如果BK-1T是0 BKT是0 那一定是BK是0 那這裡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BKT的統計特性是來自於BK 所以你怎麼去算BK的T 因為BKT是輸出 這個是我的precoder BKT是precoder的輸出 BK是precoder的輸入 我知道輸入是隨機的 所以我的輸出隨機性是來自於輸入 所以我要算BK givenBK-1的機率一定是來自於BK的變化 然後來自於這個線性的性質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時候 givenBK-1T是0 那BKT等於0 一定是BK是輸入要是0 當時的輸入要是0 那當時的輸入是因為我們知道它是uniform RID所以就算二分之一 那這邊一算每個都是二分之一 你會發現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無關 所以這個precoder加的技巧非常好 它不只消除了 air propagation 它沒有改變你的01的統計特性 那這個是以cruci4非常好的 但是各位如果可以去驗證 如果我的BK不是RID uniform 它就會改變 所以這裡又可以另外說明 為什麼我們很喜歡我們的資料是0101是獨立的 而且都是二分之二分之 發生的幾率一樣 那我們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這個條件 比如說頻譜 當然我去算LiCo的頻譜 這邊如果不是RID 它的頻譜效應就不好 就會有脈衝出來 還記得這個東西 事實上 general form是 tb分之sigma平方 加tb分之μ平方 好像這邊平方 sum delta f-tb分之k 還記得這個公式嗎 所以如果你不是0min 你就一堆脈衝出來 你的能量就跑到外面 這個都是浪費的能量 因為過不了傳送管道 你自己會把它滅掉 所以我們喜歡0min 所以我們喜歡正負一 幾率都是二分之二分之 那01的幾率就要是二分之二分之 那這裡也可以說明 我們因為要叫precoder 如果我的01不是二分之二分之 很可能我這個precoder 就改變統計特性 所以你就是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都希望 我們的資訊是一個很uniform的 都有很多地方可以看 那uniform的話都是 你要看每個bit是0或1的幾率 那這是一個卑仙 rule 卑士法則 這是卑士19世紀做出來的 given0如果你傳的是0 我得到0的幾率 加上given1 你傳的是1 收到0的幾率 就是我收到0的幾率 這是卑士法則 把所有可能列出來 乘上所有每個可能個別發生的幾率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條件 我們剛剛都算完了 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不管這裡是p1-p 它加起來就是二分之一 做完了 所以代表說 這裡其實要講的是說 不只是這個precoder 設計的橋 還要告訴各位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我們通訊喜歡 bk0或1的幾率都是一樣 如果這個不一樣 我們講個極端的例子 如果是這樣子 這幾率是0這幾率是1 我永遠送1 我不送0 那這個就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喜歡uniform 是有很多方面的道理 好 那我們舉完這個例子之後 我們再講第二個例子 這延續我們的line code 你看到modify dual binary signaling 就是我們要改良 那這個是class4 我們有class1,2,3,4,5 我們會介紹五種 那這是第四類 這邊有寫class4的partial response 所以中間還有夾兩類 那這邊同學會問說 它已經設計很好了 我們減一半其實已經非常棒了 而且那個線路很簡單嘛 一個簡單的加法器 再加一個簡單的precoder 這個實作成本非常的低 可是我的效果非常好 我錯誤率的成本只有1.5倍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但是有時候 它有一些undesired feature 為什麼 它在原點的地方 F等於0的地方是沒有脈衝 可是當你把一個很小的地方 積分起來的時候 它的分量還是滿大的 這邊不是因為 我有一個固定的二分之一的能量 或放在F等於0的地方 那當然是非常不好 這裡其實是沒有脈衝 可是在譬如說F很小的地方 譬如說F在0.001到負的0.01之間 它還是有一個滿大的能量 因為它滿集中的 有些傳送管道 這樣的直流就是過不去 就是低頻過不去 很低頻的過不去 那所以我們想要把能量去做一個調整 shaping 能量的shaping其實是為了這個目的 我把能量重新分配 反正我接收端會調回來 我們接收端會調回來 接收端要有一個等化的東西會調回來 所以我們有一些undesirable feature 在某些特定的應用上 我們不希望DG component 這則講的是附近 這個分量積分最好不要佔那麼大 我們要能量重新分配 這個時候我們就講一個概念 你可以看到原來我們刻意保留的 刻意保留的一個isi 這是你刻意保留的 或是你刻意加上去的 是因為要產生一個cos 那你要沒有DC的話要怎麼樣 要產生sin 只要我的功率頻密度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送一瓦 那我的能量就會在兩邊 DC就很少 那我就全部送過去 但是我的頻寬需求還是一樣 我的頻寬需求還是保留原來的好處 我只要一半 但是我的能量重新分配到你兩邊 所以我完全過著去 那怎麼樣去造成我的cos變sin 這個技巧就很簡單 我們去看公式 原來這邊是加 還記得原來這邊是加對不對 dual binary是兩個前後訊號相加 相加如果我們把中間這項提出來 這邊就變相加 然後兩個指數相加 就出來cos 那所以呢 你把它變相減就好了 就變sin了 對不對 相減就變sin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的 這邊ck就是改成用減 所以你跟dual binary比較 所以它的設計理念 其實非常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precoding的發明 加上collected level coding的發明 是非常棒的東西 工程上是實作非常簡單 卻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要產生sin 設計很簡單 把它變成前後相減 只要有減就出來sin 有加就出來cos 那這裡各位就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這邊是ak 這是ak-2 前面事實上是ak 加上ak-1 這邊是-1 這邊是-2 我多了一個 我多一個delay 我delay兩倍 delay兩倍的原因 是因為我既然要產生sin 我不要產生sin pi t pi ftb 我要產生這個東西 我要產生多一點點的 我把它拉開一點 所以那你要拉開很簡單 就多一倍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變成ak-ak-2 所以設計上變減 你馬上有一個直覺 它就要產生sin 在功率屏幕密度上 要產生一個sin的效應 你看到加 就知道它功率屏幕密度 要產生一個cos的效應 這樣是不是可以很快的直覺 所以我們有這種直覺的話 將來你去開的工程會議 你就非常厲害了 奇怪了 這個學生是修誰的通訊系統導論 怎麼這麼厲害 都不用計算 一看到就是說 你這邊有個sin產生 這邊有個cos產生 那就是表示你的功力才會到 因為你不可能現場在開會 都用比去算嘛 又不是考試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都是要用這種直覺 然後去判定它這個設計 有沒有什麼樣的負面的效應 所以你馬上知道 件有sin出來 有sin的效應出來 然後差兩倍是因為我要拉寬 我要拉寬 好 那我們當然要叫precoder 因為你加上collated-level coding 就會有error propagation 所以你就馬上知道 如果你有人設計 我要做一個collated-level coding 但沒有加precoder 你馬上就指出來了 這樣會有error propagation的問題 你會錯一堆 請你加precoder 他說不會 那沒關係去看陳老師的錄影帶 那就知道了對不對 就很簡單 所以precoder 那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是不是一個對應的 它是k-2 那完全是對應的 它是一個pair 所以我們加一個這個線路 就結束了 那所以我們額外的改變了 就是dual binary 變成modified dual binary 那我們去看它的頻譜 很簡單 1-exponential-j-4partftb 那你把它提出來 看看它的絕對值是長什麼樣子 就知道出來一個sin 它這邊有個j 那j不重要 那j只是旋轉一個向位而已 那還好 取絕對值就不見了 我們的功率頻譜密度 還記得只跟絕對值有關 經過filter只跟絕對值有關 那我們跟剛剛一樣 Gt也是先用最簡單的方波 帶進來之後 然後我們經過normalize之後 dual binary是sync平方 modified dual binary當然 原來還是原來syncftb 可是我前面呢 sync平方是來自於 我原來這邊是cos 我現在把cos變成sin了 那記得是2πftb 因為是k跟k-2 那我們畫個圖 你就會發現 我的頻寬需求跟dual binary一樣 我都是減半的很棒 -0.05到0.05之間 可是我把能量重新分配了 分配到dc拉出來 所以我送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傳送管道不適合送直流 沒有感應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用感應的方式 那我的modified dual binary 保留的能量 事實上在到接收端會最多 會比dual binary還要多 那保留原來的好處 這是一個modified dual binary 用這個圖就非常清楚了 當然有沒有代價 還是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藍色這邊震盪還是蠻多的 因為接收端你還是要設計一個filter 把它濾掉 我只跟政府要10MHz 所以根據法規的話 你自己要一個filter 把自己外面的濾掉 不能去干擾別的電台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會做一個filter 把外面壓掉 所以你這邊 你的能量 就是要擺那麼多 因為它的系統的 power spectrum density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所以你擺一瓦 你可能送出去之前 自己都要濾掉 自己要打嘴巴 濾掉0.01瓦 那這可能 原來只要濾掉 因為紅色就看到比較小 所以當然還是有一點點的代價 可是如果原來的dc送不過去 你這個代價還是花的是值得的 那這邊是列表去驗證error propagation 確實是可以eliminate eliminate就是說完全消除 我們才用這個字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按照一樣的做法去算 那發現它只跟前後兩個相減有關 所以呢 其實我們要怎麼樣消除 這個precoder呢 原則上是pkθ 減掉pk-2θ 我們是二進位的減法 去配合十進位的減法 當然我們知道二進位沒有減法 對不對 二進位的減法就是二進位的加法 1加1等於0嘛 那1-1也是0啊 所以二進位剛好減法就是加法 加法就是減法 所以我們是寫加法 其實概念上它是等效於二進位的減法去消除 那所以我們也得到了 正負2就是對應到正1 那0的話就對應到0 然後我們precoder 基本上也可以證明完全不改變統計特性 所以power spectrum 長得完全一樣 好 所以我對頻寬的要求的一個好處 事實上是保留的 好 那這時候同學就會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隨便亂設計 當然可以 你就是自己去嘗試嘛 因為你有各種不同的應用 各種不同的傳輸管道 所以廣義的CLC 我們叫correlated level coding 基本上呢 是可以你把任意的過去的 過去的數值 用十進位的加減法來實作 乘上一個waiting 這waiting通常是整數 反正就21 12 1-1等等 好 那所以每個都是一個delay而已 它的precoder也很好設計 那我們這邊列出了前五類 我們介紹兩個 我們書本指教兩個 是第一類跟第四類 好那我們來看結果 1-1相加嘛 所以是出來cos 1-1都是正的嘛 所以也是cos family 那1-1是出來一個sin 所以DC不見了 -1-2-1 這也是DC不見了 因為sin family 這個很容易看 2-1-1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兩個都要 所以它是這個是1這個是1 那這個1又跟這個-1消掉 所以它實際上有cos有sin 那我們就驗證一下 power spectrum 1跟2都是cos family 4跟5的確都是sin family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從係數的選取 大約可以預測它的行為 不真的要去算 大概是蠻準的 大概是蠻準的 那第三類呢 你會看到它又有cos 又有sin 然後當然就是看你的應用 不同的應用 有不同的區域 那都可以你自己設計 成本當然就是你越多的級數 越多的w 你的成本當然越高 那大m就是你的order 你大概需要幾級 所以我們的dual binary就是兩級 那modify dual binary稱之為三級 因為你基本要delay兩次 所以你要兩個d type flip flop 它是一個三級的東西 所以你需要delay兩次 那所以我們把最後畫一個圖啦 就是我們都是gt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類第二類 都是cos family 所以應該蠻像的 當然是因為它有點差距 那第二類就比較集中 因為它是比較複雜嘛 因為它是121 第一類是121 所以121就稍微緊靠一點 稍微緊靠一點 然後這邊降得快一點 好 那4跟5的話 都是modified dual binary 就是沒有DC的 因為一個是1負1 一個是1 2負1 那當然第5就比較複雜 它是5級的 5級的你的成本 會稍微高一點點 其實這個都是小成本 這個不會 沒什麼差距 不過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形式都蠻像的 只是第5的話 因為你用比較多級嘛 稍微比較集中 我們喜歡能量比較集中 因為比較好處理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第三類 它是有cos的樣子 也有sin的樣子 所以你看它那個波形 我故意把它畫高一點 不然都疊在一起 會看不出來 所以我刻意把原點都畫成1 所以它就拉上去了 但是你基本上要比較的話 要normalize 大家都用一瓦 大家的總面積 一樣的情形之下去做 那我現在是 把圓點 把f等於0的地方設為一樣 因為要畫起來比較容易看 好 那第三類的時候 你就看到就是說 它有cos的效應 也有sin的效應 所以基本上 它是兩個的綜合 它的係數的話 就是2 1-1 這個還滿巧妙的 我們大概這個主題 都介紹到這裡 好 希望同學 對這個概念應該很清楚 好 那最後 我們進到下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之前呢 的時代呢 當然有些同學有問 那我有現場的回答 我們已經有很多很多 新的技術開發出來的 所以通訊還滿有趣的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介紹 A-Law μ-Law PCM ADPCM 各種不同的型態 然後quantization sampling之後 我們事實上變成送AK 那AK呢 就是橫坦 我一個sample 可能有8個bit 這8個bit 轉成8個正負1 來傳送 每一次都是一個binary 然後最後 為了增加傳送速度 我們加了 quellative level coding 對不對 然後為了防止 A-L propagation 我們介紹一個地方 叫precoder 這個都是現在的確 還在使用的技術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不滿足這個速度 我們全部都用上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速度 還不夠快 因為傳40Mbps 你覺得好了 可能隔兩人 你又覺得不夠了 你要提升 像我家現在是100Mbps 家裡的網路 可是又開始覺得不夠了 可能要提升到300 那將來可能要到1GB 所以人覺得會越來越貪心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怎麼樣增加 再一次增加傳送速度 我這邊就 AK呢 再增加了level 就emery傳送 這是因為傳送速度的需求 越來越高 所以基本上這時候 我原來的東西呢 可能是sample到 每個sample是8個bit A-Low mu-Low 但是過來之後呢 我會下層的modulation 因為為了傳得更快 我會增加變成emery m可能是4 或是現在應該會更高 所以現在是256quam 所以大概又回到了一次sample 傳了8個bit 傳8個bit 但是它不是對到原來的A-Low mu-Low 它是分開的 所以這邊就是說 我為了進一步再增加傳送速度 我們開始考慮emery的下層的傳送 那emery 那譬如說 我就改成不只送正負義了 我送正負義 正負三 所以一次就帶兩個bit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 越來越貪心 越來越增加傳送速度 所以我data string是 每一個傳送 就帶兩個bit 然後我把位階切得更細一點 這是在下層傳送端 不是上層的聲音端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為了 讓這個每個位階 出錯的機會幾乎是一樣 那我們就希望 這個是位階的間距是一樣的 所以一般現在都是位階的間距都是2 所以正負1是2 然後再往上增加是一個加正負3 那如果再往上增加就是正負5 那這時候就出來了一個問題 那其實相鄰的位階最容易出錯 我00最容易被誤認為01 其實00很不容易被誤認為10 對不對 我明明送的是正3 接收段把它誤認為-3 這個機會實際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這個小的等級是非常大的 所以相鄰的位階最容易出錯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我這個位階設為00 這個位階設為11 是不好的 因為最容易出錯的 你設計讓它變成bit數錯誤的最多 因為我們擔心的其實bit array 而不是symbol array 好 我們擔心的就是這個最容易出錯 結果結果你一次就錯兩個bit 我的bit array會增加 所以這時候有一個人叫grade 他提出一個想法 這是他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說相鄰的位階最好只差一個bit 再assign這個label 我們叫做這個通常稱之為bit labeling的技術 叫bit labeling 就是你要去label每一個位階 你要怎麼樣去label 好 那所以grade提出一個觀念 就是說相鄰的位階最容易出錯 你要記得這一句話 因為相鄰的位階最容易出錯 所以我們會設計 刻意的設計 讓它的label只差一個bit 那grade labeling有非常大的好處 所以這樣就會讓我的bit array是最好 在相同的symbol array下bit array會最好 所以我們這邊寫adjacent die bit 帶就是m等於4 所以一個是帶兩個bit 它只會differ一個single bit position 基本上呢 後來幾乎現在所有的設計都是grade mapping 我們叫grade mapping 它是一個對應 或grade labeling 都是這樣的設計 它是一個很好的好處 那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grade labeling還有很多的好處 比如說我一個二進位的IC 那你要去算那個位置 你要去存取東西 各位都學過邏輯設計嘛 所以你可能會說00位置 000001 0010 0011 1 00 0100 就是你會有memory memory會有address 對不對 各位都學過微算機 那這個address呢 你用原來的二進位的去排列 那二進位去排列 去存取的時候 那你知道消耗能量 其實是改變會消耗能量 改變消耗能量 所以這樣子 那最常發生的是循序存取 我是連續存取20個位置 循序存取 如果你用natural的binary的counting 這時候改變的會比較多 從0到1改變跟1到0改變會比較多 可是grade leveling會保證什麼 相鄰都只變一個bit 所以我存取20個位置 我只變化20次 其他的位置都不動 所以它會節省能量 所以我位置存取的counter 改用grade leveling也會節省能量 這是有論文的 所以grade leveling其實有很多 只要你想得到 它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所以你只要理解它的好處是什麼 每次就改變一個beat 每個位接只只要改變一個beat 那我想了解這個需求 我們下次回來 就繼續把這個Bass Band的 Emerick Penn 大家可以說完